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要降低垃圾处理费用的支出 掩埋场活化跟垃圾减量才是实际必须落实的当务之急 日前高雄市释放善意将在6月开始 接受台东县垃圾转运人物焚化场进行待处理 不过由于垃圾焚烧归费从一顿730元调高到2307元 也表示随水费征收的垃圾处理费也会同步调涨 意味着高水费的时代即将来临 6月份开始高雄愿意在协助我们做垃圾处理 我想这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垃圾转运的费用是相当高 那这样的转运的话大概在民众方面会增加两倍的 大概轻易费用 从2015年元月起 县内垃圾外运焚烧成本增加超过两倍 已经超过县府财政上的严重负担 加上饭店民宿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 游客涌入人数倍增 相对的垃圾产量随之升高 那我想另外一个方式 在台东其实有很多垃圾掩埋 是已经超过十几年可以继续活化 那现在县府也在拖这个活化的事情 那我想如果所有的掩埋场可以再重新活化的话 那我想对于民众的费用也不需要提高 这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全省的垃圾的问题都这样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县政府环保局跟环保署 能够容许我们再补一些证件来做这样的一个 来施作 来施作的话会对我们未来的 因为我们变成厂的相互的支出 县政府的相互的支出 在垃圾焚烧成本已经提高的情况之下 怎么尽可能减少外云量 掩埋场活化与增设是考虑的方向 所以垃圾不管你是用混化用掩埋 如果在垃圾分类这一部分没有做好 我想再大的掩埋场再大的混化炉 对于垃圾的处理都是一种负担 那我想说这样垃圾的减量 必须从民众自我做起 那我们这边七杰队这边我们会加强先导 所有的垃圾分类务必做到尽善尽美 来减量保护这个地球 每个家庭与旅宿餐饮业者每天都会产出垃圾 各界坚持不启动县内焚化炉的原则之下 怎么减少外云焚烧的垃圾量 确实执行垃圾减量与资源回收 才是每位县民需要深刻省思与例行的正确方向 东代新闻张家伟边来向报道 有一个野稀调查小组每个月利用假日到台东溪流调查整治情形 他们发现以往的整治都是用水泥建造河堤 蓝河燕还有移除大石头 长久以来造成河流深浅均一化 进而让生物的种类趋向单一 也破坏生物多氧性 调查小组的诉求主要在于整治溪流的方法 应该将生物跟环境纳入考量 让溪流的水能够转变成为水资源 而不是每条溪流都变得像大型排水垢一样 水都急速的流到大海去 野稀调查小组前往东河的马武窟溪 从下游的出海口回溯到上游 观察这条溪流被整治的情形 他们发现溪流的河堤、蓝河眼等水泥建造物 阻隔了生物栖息的空间 整治之后发现整个河川里面的大石头 完全都不见了 你要没有发现整个河川的均质化 非常的明显 大概都只有一些小石块跟小沙石 这个不是自然的河川会这样子 这个是大石块被拿掉的 大石块被拿掉之后 其实河川它的河道就会变成完全不自然的状况 它其实它才有更大的可能会去往两边的边坡去冲刷 水利单位的单纯想法就是大石块阻碍水流 可是其实大石块它阻碍水流 其实也相对的让水流的速度变和缓 那变和缓就是可以让这个水流在陆地上的时间变得更久一点 还有就是因为有大石块它就可能会去冲刷出 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 一些比较深淡一点的地方 比较极辣一点的地方 这个都是水深的生物需要的 可是如果说 水中当它没有这些大石块的时候 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整条河川变成平缓化 其实大部分的水的深度都非常接近 可是鱼类跟其他的生物在生活 它是需要各种不一样的漆地 这个地方的漆地就单一化 那也会造成它里面的生物会变成单一化 水泥堤防的高度使人远离溪流 因为在人的印象中水代表的是水患 溪流一经整治 变成了专门排水的水沟 再加上河道的均一化 下雨后水流很快的被排放到海洋 使得陆地流不住水 我同样达到这样子的目的 我只有这种方式 我们其实今天不是说 都不要去做这些东西 就是我同样做提案 难道只有这样子的提案吗 应该有更好的就是 比如说也兼顾生态 然后也兼顾薪水 然后又可以达到 那个就是防止水去冲刷 只是说现在可能他们都有 好像就是我一个制式的 我就做这样子最方便 就我们自己看到的资料 应该是还有别种方式 像国外有很多 就是可以用比较好 比较友善的方式去做 其实人还是有影响 对啊 我如果要下去 不要说别的 我摔下去就落差那么大 或者我要清水 像你看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都会到水边去玩 可是你看他们这样 要怎么下水 现在就很怕水了 因为我们把水都当作换 水换了 调查小组表示 水利设施是农业社会必须的工程 不能为了保护水中的生物 而忽略人的需要 但人工设施和生态环境 是否能够取得平衡点 则应该被考虑 我们必须要取 吸水里面的水来做灌溉 比如说这个稻田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因为说 我对吸床里面的生物非常在意 所以我就不取水了 可是这中间必须要尽量去取得 互相的平衡跟互相的接受 南河宴的高度太差了 对水中生物的垂直移动 所谓垂直移动 就是它的上下移动 因为很多鱼类鱼虾类 其实它们在生活 在繁殖 在休息的时候 其实是而不是在一个单一的点 又不是无国雨 只有在那一个单一的点 它必须要在各种的漆地环境中 尤其是冬天或者是夏天 它的水温是要不一样的 或者是它的繁殖的时候 它可能是长大必须要在上游 它繁殖的时候必须要在出海口 它是必须要移动的 那遇到像这样子的 南河宴要怎么办 当溪流只使用水泥化枕制后 人远离了溪流 水中生物无法回游而绝肿 雨水被快速的排出海洋 而无法成为地下水 枕制的方法是否只能用水泥填补原本自然的河床 应该多加考虑 东台新闻时荣与东河乡的菜榜报道 去年在中道佛教博物馆动土典礼现场 议长饶庆林就向三峡的浦贤寺住持 世中道请愿 希望他们能够协助台东天主教圣母医院 补足他们富康巴士的不足 而住持世中道随即就跟信众廖家伟先生讨论 最后决定是双方各出一半的金额 来购买圣母医院所需要的富康巴士 26号下午也顺利在院区内举行了受证仪式 因为在去年中道佛教博物馆动土时 议长饶庆林向三峡浦贤寺师傅 世中道说明 台东的圣母医院支援不足 尤其是富康巴士的需求量很大 师傅一听到二话不说 答应马上要帮忙 所以我也认为说 今天能够做这件事情 由我们的饶医长他很慈悲 在去年的12月24号跟我讲 师傅能不能一部车给我们的身份医院 我说好没有问题 只要我有钱你要第二台也可以 在学法当中他也知道说 他附近五场的已经离开世间 他也想说是不是用一点的基金钱来买一部车 但是他钱又不过很多 他说师傅你是不是那一部车200万 然后200万200多万一点点 我是不是差不多多少90几万 你只有收我90万 其他我负责 他说90万 好其他我来负责 但是师傅的爱心 那个力道太强了 我们现在博物馆才进行到 还没有到一半 我们就接收到这个讯息 就跟廖大哥还有廖爸爸结上这个善缘 所以敬明非常的开心 希望廖爸爸的爱 诚如师傅所说的 他留在这里 而且成为爱的种子 把爱传下去 而廖家伟也在父亲廖正奇过世后 将遗产捐赠 与师傅共同捐赠 这台价值200多万的富康巴士 我真的很想 载有第二台车 因为我自己花钱 我自己我觉得我也很省 我花钱我都觉得有不踏实感 可是我做这件事情 我真的好快乐 我真的还 刚开始两个月 我都还不敢跟我老婆讲 我都不想我老婆会不会骂我 因为小孩都还在念书 我想不到我一跟他讲 他就说赞叹你 然后他就说 希望我们两个 以后也这么有福报 希望我们的小孩 也会帮着我们来赔福 4月26号下午 特别进行的受证仪式 天主教圣母医院的执行长 陈世贤也代表接受 更谢谢师父的大爱 以及议长的热心帮忙 我相信我们的同仁 会带着你们的 带着佛教的慈悲 跟天主的爱好 去照顾所有需要的人 那也谢谢议长 签了这条线 那希望 以后 你能做得更多 然后我相信我们能带着你们的爱去为更多的人服务 那谢谢你们 谢谢 未来这台配备完善的富康巴士 也会继续走访台东的各个角落 让爱传递下去 东南新闻方要领 郑慧如台东市采访报导 日前瑞源国中利用废弃的老旧客桌椅 让学生练习木工雕刻的技术 纯手作的印章也获得官山警分局的青睐 邀请学生以辖区16个派出所的特色来制作搓张 而且是由木工雕刻指导老师带领参与的学生 亲自前往官山警察分局来赠送错张 由分局长陈宇环来代表受政 而分局长同时也回赠感谢状 给予这些学生的创意巧作 正面鼓励跟肯定 也希望能够引起各界 对于偏乡学校教育资源 长期缺乏的关心跟重视 瑞源国中由于地方人口外流严重 再加上少子化的影响 全校的学生只有37人 校长林明清以及教务主任叶俊南 为了要提升学生对于学校教育的兴趣 积极发展特色的教学课程 也希望学生能够在学课以外 加强其他能力的发展 因此利用了学校原有的工艺教室器材 包括了废弃的课桌椅等木材 让学生发挥创意 制作木工雕刻 所以总共有16个 那像我这个学生呢 他是雕工的很强 所以他就负责刻很多的章 然后最旁边的男生呢 很调皮 可是做起来很专注 所以他是在木工的车船的部分呢 算是蛮熟练的 那这两个同学呢 都能够自主地完成一套一个章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会科的同学就多科 会做木工同学就多做 会设计的人都设计 在整个过程里头呢 那种印象深刻就是学生呢 他对学习这个事情他不再抗拒 因为他会有成就感 那以之后引导他们 在其他的学习方面会有更好的成就 所以这是我们的学生呢 利用车船的木工的计法 木工计法 让他去做车船 然后呢 对 然后之后用绑化的原理 教导学员做绑化 然后科的总共有16个分住所的 每个所他的特色的景物 跟所的名字 由于近期台东县警察局 将在6月1号到8月31号 举办幸福台东铁马五六行 收集派出所特色挫章的活动 而观山警察分局则主动与瑞源国中联系 希望借由学生的创意以及桥手 针对观山分局16个分住所 以及派出所 下去的特色制作戳章 21号在主任的带领之下 参与制作的学生 亲自将戳章 送到观山警察分局 分局长的手中 警察局广局长到任之后 他对于我们 整个台东县的风景 非常的向往 所以说他还是希望说 能够跟全国的 这些民众分享这个美景 所以说他就利用我们派出所 提出一个特别的计划 叫做铁马五六行 借由我们民众可以骑着铁马 到我们匣内的分局 各个派出所 去做盖章的动作 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民众在沿途中 就能够欣赏到台东的风景 瑞源国中 有这个木科班 能够提供这相关东西 我们就结合在地的特色 一直促成这次的活动 观山脚踏车 路里的话就是200里的面 那池上的话 就是一个稻米的胚芽的形状 16个不同戳章 制作出16个分住所 以及派出所的特色 分局长也回赠感谢状 以及纪念品 给予这些学生的创意巧作 正面的肯定 还有鼓励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结合 引起各界对于偏乡学校 教育资源的关心与重视 东台新闻林婉珍 观山镇采访报道 幸福台通 天马五六行战 时下有许多民众 偶尔会感到身体不适 或是出现感冒症状 常常会到药房 直接购买陈药来服用 看似简单的动作 其实却有可能隐含 服药上面的风险 甚至身体罹患多种 慢性疾病的病患 也会出现没有定时服药 固定回诊 或是习惯性堆积 大量的各种药物过其了 这些都不是正确的用药观念 长此以往 乱服成药都有可能 会造成肝肾的负担 引发排毒系统 功能衰退的疾病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 104年统计 健保总额每年超过5000亿元 其中健保药价 支出大约是1500亿元 已经超出药费支出 目标值的额度 超额支出 其中隐含着民众错误的 用药观念 偶感风寒也会要求医生开药 这也会增加健保的负担 事实上这观念是不一定正确的 事实上一般的感冒的话 如果你是初期的症状的话 事实上像在欧美的话 英国的话 事实上它是鼓励民众 事实上回去多休息 多喝水 事实上不需要用药物来治疗 事实上感冒的症状是可以缓解的 但是在台湾的话 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到了诊所看病了 那如果医生没有开点药 给我吃的话 他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达到治疗的效果 民众错误的用药观念一箩 其中最常见的是自行调整剂量 或是停药 将安眠药物与酒精合并使用的 也不在少数 另外还有民众 会把药物推荐给身旁的好友 或是服药时间错误 甚至忘记定时服药 这些感冒的话 我不需要用药物治疗 我事实上用一些饮食生活的调养 事实上就可以达到感冒的缓解 但是这个毕竟 就我们大概看的话 因为现在健保制度的关系 然后大家可能就诊又方便 所以事实上 大概还是比较少数 其实要导致民众长期存在的错误用药习惯 必须掌握几个药点 如果到药房买药 应该向药师确实询问 药品的作用 还有服用的方式 包括服药时间 以及注意事项 台湾大概洗肾的盛行率 是全世界大概前三名的 甚至有时候都会到第一名 那为什么会那么多的原因 就是可能以前的观念 在有一些长期需要做 重力劳力的一些朋友们 或是说可能我一下感冒 那他可能在市场上到一些药局 买配药或者糖浆 对 配药或者是长期吃的糖 事实上这些药物的话 他就像刚刚主任说的 我是症状的疗法 可能我今天头痛 或身体酸痛 但是这些药物里面 他确实就是含有一些像止痛剂 或是含一些像咖啡因的兴奋剂 或是像一些 类估存 那其实这些东西 如果长期吃下来的话 你如果又很少 生活作息又不正常 然后你又少喝水 是让我们人体的肾脏的负担 就一直加重 到医院诊所看诊时 记得拿到医师开的处方签 可以选择在邻近药局拿药 而且必须是有医师职业执照的诊所 服药的方式得确实询问药师 正确使用药品 才能够有效的治疗疾病 有任何问题 一定要询问专业医师或是药师 有效维护您的身体健康 才不会因为花钱 买药看病又上升 动态新闻张家伟台中市报导 现代人近年来都讲究健康环保 包括居家生活中常用的肥皂 其实您也可以亲手制作 北南文化公园日前特别举办 一体造糊的制作体验 吸引民众热烈参与 不仅过程自己能够掌握制造的技巧 也知道选用什么样的配方 才是最天然又环保的健康概念 课程一开始就有不少亲子组一起参加 这是由北南文化公园所办理的 一体造糊DIY制作体验课程 邀请老师特别开班授课 让大家度过愉快的假日时光 还可以学习自己做造 然后盖住哦 你可以用保鲜膜跟它封住 封住之后盖子盖上 然后放在保温箱里面 保温20小时 然后就是学做清洁精啦 然后可以体验的这个心情啊 还不错 蛮好玩的 过程还真的有可学的地方 就是它的油类 它有分的好几种油类都还不错 看你是要滋润度好的 还是保湿性好的 还是清洁力强的这样 那老师是说看你的需求啦 如果你是需要滋润度好的 你就多加了什么橄榄油啊 酪林油 那如果你是要保湿性好的 你就用杏仁油啊 或者是米汤油啊 可以调配 把椰子油 清洋化钾 水 来制作 不过过程老师是特别提醒 一定要注意 以及小心 然后保湿性好的 对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准备我们的那个白铁 白铁锅呢 还有一些打蛋器 刮刀 那再准备一些植物油 然后金氧化钾 事实上就可以做一个天然的洗剂了 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是的 大家其实玩的也很开心 是 其实我们在製作过程中 其实还蛮有趣的 然后就是说 它会凝结 瞬间凝结 然后变成一个橄榄 然后从于本来是植物油 然后到了剪下去之后 它会变成橄榄 然后变成清洁剂 所以大家觉得就是说 非常开心 然后呢 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原来这样子也可以做成清洁剂 全家大小一起来学习制作造糊 不仅可以培养默契 还可以透过实际的操作 让小朋友加深环境保护的概念 也许下次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做 保护环境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东太胸部正如在北南乡的采访报导 每年民众都会期待 在台东看到四月雪的美景 不过呢 这不是真正的下雪 而是站在铜花大道上 只要稍微强一点的风吹过呢 大量铜花飘落 都会让赏花的民众大声的惊呼 好像真的在下雪一样 甚至呢 还有大学生会身穿毕业服 特别选择来这里拍照留念 有人穿着毕业服 还有人用铜花来拼字 想要留下最美的纪念 还有家庭带着小朋友出游 顺便在铜花树下来野餐 请问一下为什么今天会想要来这边野餐 最主要是带小朋友出来玩 花季也差不多了 想说趁现在还没过 赶快过来玩 OK 那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大概这个花期还有多久可以赶快来 差不多 还有一个礼拜啦 因为花期其实很快 差不多现在开五成了 应该还有剩五成 所以应该下个礼拜时间就差不多了 可以把握机会赶快来看 小朋友吹着泡泡 这里就是陆野的铜花大道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盛开的花朵 让大家看了心情都非常的美丽 不管是情侣还是家人 或是大学死党 每年的四月铜花雪 都让民众取之若鹜 由于花季即将结束 如果您想要欣赏铜花的美景 得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快到陆野龙田的铜花大道 来一趟爽花之旅 东太宣布放林政府 在陆野乡的采访报道 不知道您是不是曾经想过 蝦子或是螃蟹 这种属于甲壳类的水属生物 身上的外壳硬邦邦 到底是怎么成长的 是将自己的外壳称大 还是像寄居蟹一样 换壳搬新家呢 在网路上就有民众 将自己家中养的龙虾 或是螃蟹的成长过程呢 拍摄影片记录下来 带您一起来看看 蝦蟹到底是怎么登大廊 平时看到的水族生物 例如龙虾或是螃蟹 都是属于甲壳类 身上包覆坚硬的盔甲 也有水中铁甲五式之称 令人好奇的是 它们既然全身包覆硬壳 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难道盔甲也会随着身形的改变 而长大吗 就有网友将家中养殖的 龙虾或螃蟹 成长的秘密 以长时间影片拍摄 记录下它们登大廊的过程 直见龙虾不断的轻微抖动 从头部的甲壳与身体出现变化 好像战斗机的坐舱一样 头部甲壳向上撑起 直见龙虾好像出现分身 原来的身体依然完好 但是却有另外一只龙虾 从硬壳里面弹射出去 接下来看螃蟹是如何脱壳 几乎与龙虾是如出一辙 这只螃蟹从坚硬背壳 与胸甲的后缘出现裂缝 脱壳模式也与龙虾相似 背甲不断撑高 一只身体颜色略偏深褐色的螃蟹 从旧壳脱出 这只螃蟹在外壳未硬化这段期间 它们会以脱下来的旧壳为食物 以补充足够的钙质 帮助心壳变硬 一般来说 蝦蟹小个体一年脱壳大约2-3次 大的个体则是一年脱壳大约1-2次 通常小型个体大约需要7天 中型个体需要15天 大型个体大概需要30天 身体才会完全变硬 不过即使身体完全硬化 通常它们还是会休息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以往正常的活动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 关心到气象方面的资讯 27号受到封面伴随强对流云溪的影响 中部以北地区都出现明显的雨势 还有局部打雷的现象 苗栗以北到大台北 还有基隆北海岸的累积雨量 大多都超过了30毫米 白天随着封面逐渐通过 下雨的区域就会比较明显 也会往中南部来移动 整体来说 各地的天气都属于不太稳定的状况 尤其是在西半部还有东北部地区 虽然还是会有雨停的空档 不过建议您外出的时候 还是得随时攜带雨具来备用 关心台东县各乡镇市的天气概况 台东市与北南乡24到30度 中古地区21到30度 南回地区23到34度 海线地区24到31度 海线地区24到31度 离岛地区26到31度 带来关心农民力的资讯 国历4月28号当天是农历的3月22号 日松鼠狗23岁还有83岁的朋友 请您多加留意 当天适合祭祀解除迅序还有出行 比较不适合的是动土破土开光跟坐梁 即时您可以选择丑影乘五这四个时程 关心到星座运势 本月主打星土象星座的金牛座 当天您的贵人星座是摩羯座 驯运数字为六 整体运势属于普通只有三个星 来关心您当天的整体运势解析 与其把不愉快独自承担 不如把你的困难告诉对方 一起解决效果会更好 而你敏锐的观察力 让你更懂得见机行事 投资就能够容易命中把心 而对同事的一句简单的问候 都有可能成为您工作上面的助力 分享一则的例子小语 平顺的一天 适合制定短期的计划 有利于更好的开展工作 动力也会因此而增强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小事 请锁定二时频道 我是家伟 我们下次再会